相信在若干年後見到這種放射的藍色 一定會知道是2000年代尾到2010年代尾的產物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我幫我免費訂閱、分享、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我們的會員 這種藍色其實不得不提 當然是其中一個主力去報 當然是今天介紹這隻Wager Duby的上級集團 即是力風集團旗下的牌子 在之前的十年可以說出到一個地步是錶都是這樣的 包括主要像這隻 Poteet Edition 在專賣店內專賣的顏色 或者特別貴一些 就是推出這隻放射藍 包括他的江斯丹頓、JLC、IWC 小王子系列、Panerai、Wager Duby 非常多的牌子 甚至網棒等 都是狂出這種藍色 多一個地步就可能有點生厭 當然有些朋友認為這是一種潮的顏色 藍色 金旗流行 其實跟古天駱一樣 金旗流行是很久之前的 這種放射藍已經有少許 資料 當然是2013 當時很潮的 但現在當然有些歐資料 當然有些牌子還在推出 其實無論是你作為買家怎樣看這件事 或是牌子怎樣看這件事 都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甚麼是坐過山車一樣 即是視乎你坐在哪一卡 如果過山車 你坐在最後的卡 其實你都未衝下去 到頭的卡 上回來的時間 後面的卡還在下降 再下去的時間 後面的卡也是剛剛上去的 你永遠坐在過山車 最後的卡 未必看得到整個潮流 整個trend 但事實上 無論如何都說 這種放射藍色 因為出現太多 牌子也要給大家一個理由買些新的東西 其實已經在三四年前 四五年前 已經開始想出綠色 去代替這種藍色 接受的程度 當然你特別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但藍色是比較大自然容易看到的顏色 當然你說綠色也是 但藍色比較卑鄙 或者感覺上西裝也好 穿衣服也好 很少見人穿綠色穿衣服 但藍色穿衣服也有很多 令到好像比較容易接受 的確很多牌子想出不同顏色 但又未完全成功 這顏色有少許套衣服也要繼續推出 至於是否潮流的顏色 就開始已經不是了 現在說起 Roger Doobie 當然厲害了 以前這些錶其實不貴 當然定價都貴 但二手價是不貴的 為何我想說 Roger Doobie 其實我想推介一些市面上還可以買得到的 Roger Doobie 因為這牌子突然之間這兩年已經成為了力風集團最貴的標 最貴的標並不是某一隻標最貴 而是他的入門價是最貴的 不知不覺 Roger Doobie已經是 如果我沒有看錯了 力風集團裡面定位定價最貴的標 現在最便宜的 Roger Doobie 最便宜最便宜 36mm那些都要三十多萬起跳 你想想同一個集團裡面的 江斯丹頓大哥 朗格我當他二哥 有些人說他比大哥好 我不認同 不要管 總之大哥、二哥 江斯丹頓、朗格 甚至其他的白鞘等等 全部都是厲害 都沒有標像他那麼瘋狂 要三十多萬最少才買一隻新標 朗格或江斯丹頓 十多二十 無論如何都能買到 但是他要三十多 而X-Color Bar這個系列更喪 你買一隻X-Color Bar 今時今日新標 我看官網沒有看錯 要五十一萬才買得到 因此這些標就找到好像很便宜 當然他這樣賣貴了整個牌子的標 事實上都令到一些舊裝二手便宜 貴了很多 例如以前那些K10大花 沒有人要的 兩、三萬、三、四萬 現在突然貴了很多 這些X-Color Bar 因為現在買一隻X-Color Bar 要五十多萬 令到這些二手便貴了很多 如果市面上已經很少 還看見的話就要想一想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買新標要五十多萬 當然整個設計有些不同 以前這些是有面子的 現在推出的沒有面子 就是星橋、陀飛輪等等 看回一個很漂亮的機心 不是只有樣貌 那種絕對是做機心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的一個牌子 這隻有Geneva SEAL 日內藍印記在這裡 這隻的681機心 先擦乾淨一點 有一點手指毛 絕對是一隻厲害的 但也有些缺點 稍後會跟大家說說 這個計時機心非常漂亮 一件就看到一個餅仔駝 Micro Rotter 用烏金屬去造 駝非常厚大 上年效能相當不錯 駝的底部也打了紋 整隻錶的杜角處理 不同邊緣位置的打磨 絕對是非常好 也有日內藍印記 不用說話 這隻錶其實不太容易做 我只看它的佈局 因為它是水直離合加杜柱鱗 其實它的桌 你手動當然簡單 或者你自動放在上面 它要浪費你很多位去吃了一個餅仔駝的位 而在同一個水平位上 要放這麼多東西進去做一個 本身水直離合要很多位 的Column View 杜柱鱗的Corno 絕不簡單 日內藍印記也印證了它的打磨 各方面有幾個水準 我之前也說過 因此絕對是內外兼比一隻錶 按下去爽手 這個Dial也很漂亮 但你要接受到 剛才我講過 一看就知道你是2010年代的錶 非常之放射藍的放射藍 兩個圈就相當 立體感都不錯 但當然這錶 試應性其實都OK 但因為這錶有時很怕晚上拍 因為針不是很明顯看到 但其實實物是OK的 有日力 爽手的計時 回彈非常有力 一貫Royce R2B的做法 整體來說非常漂亮 缺點有兩個 第一 這錶呢 681 或者680 有些 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錶非常吵 如果你不能夠接受 但是手錶上手很吵 這錶未必適合你 是非常吵 不是每一隻都一樣 全部都是這樣 因此你接受到這麼吵才可以 別的帶子就被迫 你一定要用它 這麼有趣的設計 除非有人訂造 但在一般情況下 買它的帶子都挺貴的 你要接受到 當然帶子不是開樓灘的 是漂亮的 但是這麼特別的設計 就犧牲了你要買它的原裝帶子 整體來說各方面都相當不錯 我訂價當年20萬 現在已經說過了 買這個 Escalabar 這個 TITLE 都要50萬拿出來 這種情況之下 這一堆東西 另外我之後都會說一些 在過度 過度模式 過度去到這麼貴的模式 之前的這些東西 其實價錢特別便宜 將來只會越來越貴 因為當你買這個錶 50萬拿出來 我覺得很划算 但當年產量太少 就不太能見到 現在其實也不太多 整體來說 你會買什麼錶呢? 幾萬元 有些朋友會說 買一隻Low 怎樣也會保值一點 但其實幾萬元 就買不到很多Low 現在六六都要十六七萬 十八萬 這個情況之下 錶越來越貴 有時候都不知道怎樣買好 但買一隻自己喜歡 或者自己覺得有話題 有欣賞的手錶 其實都還有選擇 除了Roger Dobe 其實Ubo 之後有幾集也會說 都還有一些很划算的東西 不一定要吃炒價 或者吃炒價 我沒有說絕對不好 但有時候可以買一些 密超所值的東西 有時候更加開心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隻 XCLABOR 42 普遍限量版藍色的這隻 計時多謝各位